台美建交已經逐漸成為台灣人民的共識 也是台灣邁向正常國家要走的道路 現在國際情勢有很大的變化 不只是兩岸關係還涉及到俄乌戰爭所牽動的地緣政治 跟國際情勢的改變 我們這個時候來探討台美關係是非常重要 我今天會談的主題是從台灣國家正常化到台美關係正常化 一方面台灣自己要自我承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在推動的正常國家運動 不管從證明、自憲、以台灣的名義加入國際組織 還有轉型正義跟很多這個社會公平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對外的關係 那美國尤其是重中之重 那台美關係過去因為中國的崛起 還有涉及到對聯合國2758號解釋的扭曲 那麼對台灣一直都非常不利 那我們也知道說國際法跟國際政治是高度相關 現在國際政治的情勢改變 那甚至也對於聯合國2758號決議呢 重新再解釋 因為那個對於台灣來講 也不涉及對一個中國代表權的爭議 那台灣怎麼樣代表自己 這個是我們自己要努力的 那天其實真的有很過濟的